今年第六號颱風 煙花 最快可能在今天晚上就會生成 氣象局表示 目前在台灣 鵝鑾比東南方的熱帶性低氣壓 發展條件不錯 因此週末有機會就增強為輕度颱風 預計在下週二會開始接近台灣 到週四都會為北台灣帶來降雨 目前預估的路徑是會往琉球前進 不會直播台灣 另外這個週末 氣象局也針對全台五個縣市 發布了高溫等號 趁著微解豐厚的第一個週末 出門透透氣 有奶奶出門運動 媽媽帶著孩子散散步 不過外出除了要做好防疫 戶外的高溫也要留意 這個週末會很熱 氣象局針對雙北兩個縣市 發布高溫橙色燈號 恐怕會出現三十六度 甚至三十八度以上的炎熱天氣 宜蘭縣 花蓮縣 臺東縣 也亮起黃色燈號 至少有三十六度以上的高溫 在過去兩天已經有三十六度 而今天預測也可能會來到三十六度以上的極端高溫 而在宜蘭 花蓮 臺東的這一帶 靠近山區的平地或是河谷的這個地方 也容易出現三十六度 除了高溫還要留意南海這一大片蠢蠢欲動的熱地壓 最快週六晚上就有機會形成颱風 目前熱帶性低氣壓的位置 在鵝鑾鼻東方一千三百五十公里的海面上 預估發展的條件很好 週末如果生成今年第六號颱風煙花 預計下週二開始 最接近台灣 一直到週五都有可能替全台各地帶來雨勢 週二 週三的這兩天 在台灣的北部以及東北部這一帶 隨著熱帶系統的接近 會轉為容易有震雨或是雷雨的天氣 週三 週四到週五的專期間 台灣附近的暫雨機率也都是比較偏高的 颱風是否會生成 氣象局要持續觀察 但出門在外還是別忘了防曬 也要提防突如其來的午後雷震雨 華爾新聞集團羅大偉 台北報導 第一天早